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最近每个两三天就有人尝试 要窃取我的telegram账号 而且他们的手法非常的隐蔽 已经有好几个小伙伴都中招了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遇到的几个telegram账号被盗的案例 以及我们要如何设置自己的账号隐私 防止盗号 让盗号的人无从下手 首先先说一下骗子盗号的人几种常用的手法 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遇到的盗号的经历 前几天A来私聊我 问我有没有加密货币兑换的渠道 然后我就把它推给了我认识的B B是专门做加密货币兑换的 结果第二天B就对我说 他自己的账号被盗了 他和我推荐过去的A聊了几句之后 账号就没了 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 当天我也碰到了一个异常的情况 我突然收到了telegram发来的一条 登录的验证码 当时我没有多想 以为是别人在登录的时候 不小心输了我绑定的手机号码 导致了误登录 在和B聊天了之后 我才知道原来并不是误登录 是有人想窃取我的账号 这个人也就是A 因为在我收到telegram发来的 登录验证码之后 A过来找我说 为什么说自己的聊天窗口有两个我的消息 我仔细一看 原来是一个是加密消息 一个是不加密的消息 我的第一反应是 这个人是telegram小白 然后A说让我把聊天窗口截图发给他 他要确认一下是什么问题 我就把聊天列表截图 并且把所有其他的信息都打上了马赛克 A收到了这个信息之后 就没有了下文 如果说当时我发给他的消息列表图片 没有打码那么A就能够清楚的看到 我的telegram登录验证码 他就可以用这个验证码来登录我的账户 B的账户就是被这种方式盗取了 所以这种手法是利用了电报的隐私权限 来让我们上钩的 阻止的方法也很简单 我们需要到设置里面 选择隐私和安全 选择手机号码 把手机号码改成 不允许任何人看到 因为只要别人能够知道我们绑定的电话号码 就可以用我们的电话号码来尝试登录 这样就会发生上面的问题 同时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在添加其他人作为好友的时候 一定要把分享我的号码这个地方给勾掉 因为系统默认会向对方分享我的号码 另外第2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 一定要设置两部验证 方法也很简单 我们还是到设置 隐私和安全 点击最上面的两部验证 接下来设置一个本地密码 设置过两部验证之后 即使对方知道我的手机号码 和登录验证码 在登录的时候 也还是要输入我们设置的两部验证密码 而这个两部验证的密码 我们一般是保存在本地 对方是没有办法获取的 这样的话我们的账号也就有了多重的安全保证 所以总结起来 预防Telegram账号被盗 我们需要做好下面三点 第一点 千万不要泄露自己的消息列表截图 更不能泄露任何系统登录验证码 第二点 不要把自己的Telegram绑定的手机号码 泄露给任何人 这样别人就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的手机号码 也无法通过我们的手机号码来登录了 第三点 一定要设置两部验证 设置过两部验证之后 就算对方获取了我们的登录验证码 但是还是需要一个存在本地的登录密码 才可以登录成功 而这个对方是无法获取的 如果大家还有更好的方法 欢迎在视频下面留言 如果大家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别忘了点赞分享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就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我们下期再见